我对航海游戏的印象是从一个完全未知的角度去探索整个世界 从初中开始接触到海上游戏然后一下就着迷了 最喜欢的大的时代的背景及它本身如何的文化抵御 还原真实其实是最基础的 怎么样基于还原真实的基础上去做提炼 这个才是最难的 开发这样一台手游的初衷就是降低它的门槛 让更多的游戏玩家能够了解这么一个题材的游戏 把这么具有知识性的游戏推广得更好 当时我收到那个老大的邮件说我们做的是航海游戏 真的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是就是梦想成人的感觉 春天这款游戏最主要想达到的目标就是更真实的还原那样一个世界 包括船的细节甲板的细节海战的细节 长期自投的经典海战玩法 多人互动的一个贸易玩法 甚至包括天气系统我们都想把它尽力还原到最好 这一次游戏的一些美术亮点比如海水的一个变化 我们海水的效果是会根据不同的一个时间 海水的一个颜色深浅都会有变化 然后因为我们的船是主要分了几大类的 包括有中式的船 欧洲船 西非和伊斯兰这些船 他们不同的船 船甲板的一个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从一开始的2D是属于偏Q版的一个风格 到现在偏写式的风格 一直在突破自己的一个极限 看看自己能达到什么程度 事实上为了制作《荡海》出入一款游戏 我查阅了很多很多资料 而且希望用一些新的线索 新的故事组织形式 把这样很多很多精彩的元素 看起来的故事串起来 比如说古希腊神域 我可能会用这样一个神域的线索 来组织起很多的神话 很多的历史典故等等 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部分在于战斗 就是我们想办法去还原一个真实的海战 那么又希望它能够做得更加有趣 有策略性 耗了很多时间 迭代了很多次版本 然后最后呈现出了一次 我们最马力的一个战斗方式 这次的世界观包装 本身就是一场探索未知的旅程 我也希望玩家们可以和我一起 进行这样一次精彩的探险任务 我们这一次所见过的这个航海世界 相信一定会让大家感到非常惊艳 然后也能感受到我们对此 下了多少的一个功夫 去专模这些美术细节 我们力求还原 最真实的那份航海体验 相信玩家一定会喜欢 这是一款由真正的航海迷 全心全意去做的游戏 希望广大的航海玩家 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